这是现在11月中龄才买得到的 台湾才买得到的 苹果的iPad Air 2 而且是金色的金色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请到的来宾 就是3C达人 有意思的Tim哥 你好 晚安 苹果姐好 大家好 我得赶快先把它还给他 因为待会儿他帮大家try了一下 现在画面上看到了两台 基本上是旧的更新的 我们待会儿会超级比一比 可是呢 苹果这一次最强的 就是有一个Apple Pay 所以要跟他合作 听说是阿里巴巴 股价会说话 先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股价哦 昨天收盘收在一股106.74 再创下历史新高 然后阿里巴巴要合作嘛 你看100.67美元 创下挂牌以来的新高 所以两个谈要结庆家要合作 汉伟谈的就是Apple Pay吗 请问 对啊 也就谈说Apple Pay 因为最近在美国 其实非常的一个成功 那大家就联想到说 阿里巴巴跟所谓的苹果 如果谈合作的话 是不是也代表说 Apple Pay未来在大陆这个市场 有机会开花结果 先讲一下Apple Pay就叫做行动支付 手上iPhone手机啦 还有平板啦 逼一下逼一下 逼逼时代来临 那就是付费了 行动支付 对啊 所以这个当然就代表说 如果未来这个所谓的 苹果跟阿里巴巴真的谈成 未来要做一个结盟的一个动作的话 不管是在美国市场 不管是在所谓的大陆市场 两边的公司都有它的一个立即的存在 你们可以看到 在阿里巴巴的部分 它光旗下所谓的一个支付的一个系统 支付宝部分目前有3亿的活跃的用户 什么叫3亿的活跃用户 是你正有把钱存在里面 而且真的有在用的人 那苹果的部分 iOS的系统目前有8亿的一个用户 所以两个加起来 你看起来有11亿的一个用户 也代表说未来这个全球70亿的人口 他们就占了7分之1的一个比例 但会造成说市场非常大的一个联想说 未来这两强结合底下的话 会不会股价会出现一个 平平创新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行动师傅的商机 最近真的非常的一个流行 我们看到美国这么成功之后 台湾也有所谓的一个神人 我们刚刚有一个达人 台湾所谓的莫拜灵营上面 有一个神人 就是说他认为说 他觉得Apple Pay 是不是可以在台湾试看看 就真的被他试成空了 他用所谓的iPhone 6的部分 然后再加上说 他美国发行的信用卡 所以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人 使用Apple Pay的 对 而且他是在 博朗咖啡消费 台湾的博朗咖啡 不是说什么国外的星巴克的一些咖啡 在台湾本地的博朗咖啡 用iPhone去做一个Apple Pay的一个消费 真的成功了 他秀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消费清单给大家看 他为什么可以消费成功 他是怎么支付的 交一下好不好 因为他是用所谓的iPhone 而且他的系统是iOS 8.1的一个系统 那用所谓的指纹便是 在用所谓的Apple Pay的一个系统 再加上说他用美国发行的一个信用卡 要注意一定要是美国发行的信用卡 而且他的iPhone的系统地区的部分 要设定是美国 才有办法使用Apple Pay的一个系统 所以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在台湾如果有一个 所谓的Visa PayWave 还是Master PayPass的一个 特约商店的部分 你就可以使用Apple Pay 去做一个消费的动作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先行者之后的话 台湾有很多的一个网友都去试用 发现到所谓的渠程式也可以用 大陆发行光三月威修影城 都可以用所谓的Apple Pay 去做一个付款 但大家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说美国发行的信用卡 目前已知的 大概就是美国运通 美国银行等的 花旗啦 花旗可能你台湾发行的不能用 你必须要在美国当地申请的 花旗信用卡才可以使用 美国银行可以吧 美国银行可以 对 美国运通是大家可知的 所以说台湾办比较容易的 那我问你 Tim哥带来的这个iPad Air 2 也有这个功能对不对 也有 因为它主要是必须要有 指纹辨识的功能才可以使用 Apple Pay的一个状况 我先让Tim哥插播一下 那个Apple Pay 你那一台也有对不对 有 其实呢 我就已经先把安装在这里了 没错 那个 一定要先把系统设定为 说你的区域是在美国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就有个选项 是Passbook and Apple Pay 对 然后这边就是说 你有没有卡片 加入你的卡片 还有加入你一些交易的预设值 其实就可以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说 美国运通呢 一定要是美国的发卡才可以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台湾的美国运通 那我用一样的方法进去 其实它是拒绝 因为你是台湾发行的美国运通 对 要美国发行的美国运通才行 才行 所以变成是 像我同事他是美国人 他是真的是拿美国的运通卡 那他呢 刚好最将补发新卡 我就说 你补发来以后 我们来测试看看 那他说这样子应该是可行 所以你今天只要呢 不管你是iPad Air 2 或者是iPhone 6 设定一开始的区域呢 把它定为美国 然后第二个呢 你有美国信用卡 对 就可以交易了 诶 汉伟啊 那这样还蛮适合 那个全球到处跑 像机师啦 空姐啦 到处会飞的 国外有信用卡的 最方便啦 对啊 如果真的 这个所谓的Apple Pay 真的推行起来之后的话 大家会发现到 你为什么苹果尺寸要做这么大 因为你未来你的 所谓的口袋里面 就不用放钱包了 你就用所谓的一个Apple Pay 去做一个支付的一个动作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苹果的一个股价 因为所谓的一个 软体结合硬体的一个关系 所以股价是平创新高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我最近发现到 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 苹果公布出来的一个财报 它毛利率是往上提升的 但是很多苹果供应的毛利率 都往下降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苹果股价这么强 另外部分阿里巴巴也非常的强 阿里巴巴是什么 全球电子商务的一个龙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一个行动支付 结合硬体 其实未来商机 真的非常的一个大 那这时候大家就想到说 美国有Apple Pay 然后大陆有所谓的支付宝 甚至微信支付 那台湾有什么 台湾好像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以目前全球的一个 行动支付的一个市场的部分的话 美国有Apple Pay的市场 那大陆大家可以发现到 像若然你常去大陆会发现到 大陆你现在要叫计程车很难 为什么 因为它用打滴的软体 对 所以你要必须要 在打滴上面要加价 你要加5块钱加10块钱 才有计程的愿意来载你 我跟你讲 这个我曾经在大陆的厦门 叫两个钟头叫不到减车 会他不在的 因为他说我要交班了 我要交班了 他们都车行的 对啊 因为大陆其实软体发展的 非常的迅速 不管是在所谓的支付 还说轿车 甚至说在整个一个餐饮的部分 都非常的一个厉害 那你可以看到大陆所谓的一个 支付宝跟微信支付的部分 现在已经取代掉 不管是在网络银行 还说很多的一个小额付款的部分 代表说大陆在这个行动支付 其实非常的成熟 甚至比美国都来得成熟 所以大家会想说 如果说Apple Pay 打入到所谓的大陆的市场的话 对于整个苹果 不管在软体的一个收入 甚至说在整个一个 所谓的一个授权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获利 那对所谓的阿里巴巴来说的话 他认为说 如果跟苹果结合之后 我未来打入到大陆的购物市场 也是更为容易的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美国跟大陆都发展的还不错 甚至连肯亚 肯亚是哪里 非洲的肯亚 其实大家如果有一些去商务出差 会发现到 肯亚现在很流行 叫一个M-PESA的一个 行动银行的服务 他们肯亚当地 也不做一个小的付款 也都用所谓的一个行动银行 去做一个支付 连非洲都跑得比台湾快 对 那你看台湾现在做了什么事情 台湾目前所谓的第三方支付法 还躺在所谓的立法院 因为最近时安风暴 吵得非常的凶嘛 所以你这个第三方支付法 要整过很难 而且台湾最近 就是双11快到了嘛 所以大家去问 我们官方有什么因应的一个措施 才能说我们要针对网购 加强查税 所以发现到台湾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它的政策 不只慢半拍 我们其实落后 其他国家非常的多 台湾的行动支付市场 就这么眼睁睁地 被中国抢去 美国领先 被非洲的肯亚 刚才那个肯亚 各位知道吗 有3000万人用手机 有77%用行动支付 汗炎啊 对啊 真的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政策 我们的政策特别慢 就这样分享一下 可是呢 Tim哥带来了 iPad Air 2 是右边这一台吗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先介绍一下 它的跟旧的 有什么不一样 好 简单讲了 在这一次Air 2的部分呢 其实用外观来看呢 它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你先介绍 左边右边 各是哪一台 这一台呢 是Air 然后这一台是Air 2 对 那哪三个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 就是它的厚薄度 它比这一台Air呢 它薄了18% 对 那18%到底有多薄呢 我们先拿起来 好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桌上 我们直接这样比来看 啊 这样好清楚哦 对 就薄了这一点点 右边的 你所看到的那个 是旧一代的 这是Air 对 这是Air 2 左边的那个是Air 2 对 有没有 你看它这边呢 你看就变薄很多 落差就有包出来 有没有比比更旧的在这里 好来 更旧的 更旧的来 更旧的来 好 宇哥的是更旧的一台 好更旧的我们放在这里看看 更旧的你看 更旧的在这儿 就比更旧的又更薄的 这是最旧的这个 你看厚度这么厚 这应该iPad 2吧 这个iPad 3 iPad 3 OK 你看 其实它第一个很薄 对啊 然后这个 这个是最新的这一代 你看这么薄 对 哇 第二个呢是它多了 因为要Apple Pay嘛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个Touch ID 哦 指纹辨试了 指纹辨试其实跟我们的iPhone 6 其实是一样的 对 都是在这儿吗 都在这里有一个Touch ID在 对对对 你这一台是i6嘛 这台i6 对 所以你看这边 这边也有一个指纹辨试 指纹辨试其实是一样的 第二大特色 第二大特色 对 那第三个部分呢 它的拍照的相机的画素 跟iPhone 6是一模一样 因为iPad Air呢是拍照的时候是500万画素 对 但是iPad Air 2呢拍照是800万画素 所以更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 这是我刚刚拍瑞涵姐的照片 对 我们仔细看 其实你可以看Air 2 它的色泽呈现其实是比较符合 跟现在比较差不多的 你觉得Air呢拍起来比较亮 我这样看 其实这个新的Air 2 它的亮度保和度比较够 没错 对对对 对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呢 它当然也有相关的 比如说像缩时摄影啊慢动作拍照 其实它里面都有 什么叫缩时摄影跟慢动作拍照 缩时摄影就是说呢 一般我们可能在拍一个影片 比如说一个花开的话呢 它用每10秒缩成1秒 所以你今天拍了1分钟 事实上里面只会呈现10秒的 那个快速的一个影片站 就花就不不不不就开起来了 没错 我懂了像人家拍夜景 那车子那个灯光都流动的 就是那种缩时摄影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呢这一次 有一些呢是外观看不到的 因为它里面那个CPU非常厉害 叫做那个A8X这颗CPU 就许方姐上次说台积电的对不对 对台积电的 这一个 这一个如果我们今天拿iPad Air 2 拿来去编辑3D的一些程式 甚至于做剪接的话 它的速度其实比iPad Air快上30分钟 这么快啊 对像我们曾经 我有请我朋友 他们去编辑一段影片 对 用Air跟Air 2来比较 结果没想到Air 2的处理的效能 是比它快了半个钟头 对表示说它里面的CPU其实是够大 那电池的续航力呢 电池续航力也是比Air多 然后它的记忆体也比它多了1G 所以它是2G的记忆体 它是1G的记忆体 OK OK 对所以其实这一台它在内装里面呢 其实老实说很多人说它是平板的饥滑 对但你说外观这样看起来 虽然薄这一点 但薄这一点点其实 因为有时候大家拿平板 最重要的一定做两件事 看影片跟玩游戏 那看影片玩游戏啊 少这个30几克 这30几克怎么算呢 养乐多也想到 这小罐1分之1的就是32克 对就是大概养乐多剩1分之1的容量 然后你拿在手上 其实会对你手的支撑 还是会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平板我有拿旧一代的 但是拿久了 你这个手环会酸痛 因为太重了 我要帮大家拿看看 对 这一台是新的 新的 Air 2 我很怕怕掉去 不会啦 然后这台是Air 对 这样子马上拿起来就有感觉了 对 这台大概重 大概重差不多3分之1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那这个就很轻 这样一手拿这样就很轻 没错 但是大家还是会装保护它我觉得 对啊 怕就不小心掉了 好像因为它太轻了 对 而且它是不是边边也变得比较圆滑 对不对 对 它边边有比它圆滑一些 好好好 把抛光 然后重点是 它这一次Air 2有 大家喜欢土豪金吗 你那一台就是土豪金 我这台 我其实不喜欢土豪金 但我也不晓得 好 这个我前我朋友 从秋月圆买的 我跟他说 不要土豪金喔 结果他买回来以后 还是土豪金 因为大家都在抢 所以你是整套的对不对 i6跟iPad Air 2都是金色 都金色 只差那个Mac没有金色而已 哦 不过它的金其实不会那么爽 它其实很好笑 我这次有仔细看一下 它这个金啊 其实金的比i6的金漂亮 你要不要帮我把它放上去 好 没问题 你说比i6漂亮啊 这i6的这个金 比较偏黄一点的金 真的耶 但这个金呢 比较像是那种比较 那种高贵一点的金色 哦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拿到 我发觉说 哦 原来它这个金 其实是漂亮的 也因为好像它的iPad Air 2的代工厂 好像也不是鸿海的样子 也有合索啦 哦 对 合索啦 所以它颜色的那种漂亮 我觉得它反而比i6漂亮 哦 它的那个好像比较 不会那么样的死金色啦 对对对对 有点重感 但是那个机壳部分 它们是组装的 但是机壳真正在上色的时候呢 可是美女合金那一块难度比较高 美女合金上色的比塑胶难度高很多 其实机壳的部分 跟它们比较没有关系啦 还是由机壳厂去做提供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iPad的部分里面 刚刚来讲 颜色的不一样 应该是以可乘 我们来去做一些的观察 最近法令有买一些可乘 其实很特别齁 Tim哥今天带过来iPad Air 2 你知道它亚裔的 让大家亚裔的地方 大家以为它会卖不好 结果这次还真的 卖得很好 对不对 卖得 预购量啦 预购量上还不错 但是呢 很好笑 它反而里面 接那个4G的卡的 SIM卡的版本 没有卖很好 哦 这样子啊 反而WiFi版卖很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人 有4G手机了嘛 像淑芳姐应该是4G门号 对 那4G手机呢 其实它都会有热点分享出来 所以事实上 其实它只要买WiFi版本呢 它就可以分享到 我们的手机的4G 两个价差会不会差很多 两个价差差了快3000块 所以我们就再观察一下咯 今天哦 谢谢Tim哥带来新的iPad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传出后 我们台湾可能要到 11月以后才会买得到了 那总销售量呢 静观其变 苹果股价是创新高的 最近苹果派 表现也不错哦 明天看盘重点 看盘重点在于第一个 明天呢是摩台结算 那台股连二红之后呢 挑战空方缺口 那那个点位就在那里 8966点 能不能够回补 第二个 量呢要续增 今天量有出来 那外资的一个关键动态 也是要持续做追踪的 再来就是指标股的部分 当然第一个高价股来看 大力光以及呢 股后汉维科 等于股价汉维科 今天还创新高 那台股的小确幸低价 就是跟我们刚才 鼠方有提到 这个有法说会加持的 友达明天要人续墙 群创呢要加油 再来就是平台股红海 在今天一片大涨的过程当中 红海竟然逆势下跌 明天的表现 冬见观瞻 所以多空指标 麻烦大家盯着看 还有国际盘 最近呢 力道都有点期待一些 什么样的力多呢 鎖定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今天晚上谢谢收看 祝你晚安